HELLO,來到9UP港超聯,補回兩場聯賽賽事,星期六的賽事,補回蔡侯平,兩場都是PPV 看球方面精華大家應該會看到的,講一下球員的表現,分別就是李文對香港的U23,以及潔之對灌中南區的比賽 講兩場球之前,先呼籲大家subscribe channel,按個小鈴鐺,comment說你對兩場球有什麼感受,like這條片,share給朋友看 這些都是慣常大家要做的事情,記得要跟著所有程序做好了,少少的支持,少少的鼓勵,多謝大家 先講李文對香港的U23,等下再講結智對著南區的賽事,我打算其實一條片講完兩場球,打算都講得比較濃縮一些 有些詳細的位置就可能大家在留言,然後我再在文字上跟大家討論會比較好 那我就不打算用AIRTIME去再討論一些細的位置了 好,你問到香港的U23,又有一場10比0,基本上真是... 還有球隊之間的差距是比想像中更大,但是也這麼說 李文其實他們是極需要一些贏球,勝仗和一些很大勝的局面,令到他們的士氣上來 還有,上場曾超達也提過一件事就是,他們需要找一些贏球的方程式 那這一場,李文算不算找到一些贏球的方程式呢? 我認為是他開始...有一點微目 這樣講,有點微目,因為... 過往的比賽,我提過他小勝大報啦,輸給南區啦,其實都有一些... 在陣上發現的一些毛病,是其實看比賽會看到的 對香港的U23這場球,可能有些球迷認為差距實力太大了 其實參考性就不是想像中那麼高,所以其實呢... 就算踢得幾天花龍鳳都好,其實參考性都沒有什麼的 那這一點呢,我不算太認同,我不算太認同 我認為他們...即是說說李文成的團隊在比賽裏面 雖然是...大比數贏球 但見到他們在比賽過程裏面不斷在做實驗的 用不同的組合,看看有什麼作用和效果的 這個在陣上是看到的 所以我覺得...對於李文成的團隊來說,是有參考價值的 10比0雖然是...差距很大的一個勝仗 可能最後有些球迷認為是... 嘩...垃圾時間啊...最後這樣... 當然...去到後段呢... 真的有些時間就已經是... 沒什麼太大的意思了 但是呢...對於李文成的團隊來說呢... 我覺得是有正面作用的 好了... 講到今天,李文我覺得跟之前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我覺得最大的分別是... 就是他放回諾迪古斯做中鋒 如果你... 記得的話... 我其實之前講到李文的比賽 的蔡侯平呢... 都提到一個重點就是... 他們需要在禁區頂 中路位置 建立多些持球時間 以及要有個中鋒 因為... 就算基華尼頓和華盾一起出也好 他們都不會在中間的 所以呢... 見到他在這場球裡面呢... 有一個... 安排就是... 他... 將艾華頓和基華尼頓 不是同一時間擺在場上 而轉移... 擺諾迪古斯在那裡 那就... 衍生了一種好的效果了 好的效果是什麼呢? 就... 大家如果有看球... 如果沒有看就不要緊啦 都... PV... 或者... 這場不是每個人的入場看的嘛 這場球其實顯示到就是說... 前線方面... 當... 李文在前場一做壓迫的時候 一搶到的時候呢... 其實... 洛迪古斯呢... 就可以擔當著一個援衝的作用 就是... 他不會馬上去把球轉身走的 他會停了一個球... 搶到之後停了一個球... 看一看旁邊的隊友先 有沒有隊友上來... 做回給那些隊友... 這個援衝作用就是... 我過往在比賽裡面... 經常都提問... 其實是需要在禁區頂 有一個這樣的人呢... 做一些援衝作用的... 在奧基... 洛迪古斯當然就... 入很多球啦... 他自己逼回來也有啦... 隊友做給他也有啦... 當然是... 這場球是厲害的... 但是他那個勁呢... 我覺得不是體現在入球的數字上... 他有五球的... 但是我覺得他的勁呢... 就是... 體現於... 他在禁區頂... 背著對方中堅的身位... 然後... 做左右兩邊的拆影啦... 跟隊友做配合... 這下勁呢... 這下勁呢... 其實在... 港超的賽場上面呢... 不是那麼多個前鋒... 能夠有這些... 的意識的... 那... 如果數結智就... 丹奴域啦... 文尼亞斯啦... 現在都慢慢看到有這些意識啦... 但是... 不是很多人可以有這些意識的... 所以... 其實... 諾迪古斯我覺得是... 一個... 值得... 繼續信任的... 中鋒來的... 過往... 李文... 之前... 其實... 阿道查祖利亞... 大家看到... 嘩... 向前的能力很強... 但是... 其實他都沒有... 這種... 背身的功夫... 看不到的... 其實我在他身上... 我看到他的衝擊力很強... 那... 我覺得現在諾迪古斯的發展都很正面... 對於李文來說... 其實我覺得... 應該要長用... 但是... 雖然... 就代表了李文... 每一個人都踢得好呢... 我不認同啊... 我覺得... 有些球員呢... 呃... 其實是... 比我想像中... 都是... 都是... 未到那個... 最佳狀態... 就算是大勝都好... 其實他都沒有交到一些... 很搶鏡的表現... 那... 那... 基維尼頓沒有問題的... 嗯... 他也是... 他... 有個中鋒在他旁邊呢... 他是很容易夾的... 阿哥斯達呢... 之前我提過了... 我覺得他呢... 那個... 銳利度是一直... 下降的... 其實在這場球裡面呢... 我... 都... 觀察到... 球隊這麼順順的情況之下... 其實他... 都是... 有少少... 不太搶鏡的... 其實... 不太搶鏡的... 那...我認為... 都真是... 往後下去... 真的要再觀察一下... 到底他... 是... 真的... 黃昏啊... 狀態... 反不了以前啦... 還是其實... 還需要時間呢... 那... 這是一個問號來的... 就是... 我不敢看死... 他說不行... 但是我覺得... 呃... 要... 注意一下... 到底他往後下來... 那個狀態會是怎樣... 那... 鄭兆君... 就... 我知道他... 我看得出他都很想... 貢獻多些... 但是... 我想他球權... 都... 不是很多落在他身上... 他... 沒有什麼球權... 他... 他... 有... 起腳機會... 但是他沒有什麼做球的機會... 或者...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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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多數都是做回隊友的... 很少自己去的... 那麼... 這個... 我相信... 對於他來說... 不算是一個... 好的發展啦... 對啦... 看到他是... 積極想再好一點的... 那麼... 我... 我認為... 是... 他還要時間啦... 那麼... 我覺得這個球員是好球員來的... 不過... 經歷了傷患啦... 經歷了很多事情之後呢... 就... 有些不同的... 對啦... 好... 接著數下去... 那麼... 直接就講一下球員的表現啦... 對不對... 那麼... 那麼... 整場球的發展其實... 十比零...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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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然後... 然後... 就...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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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場球都是這個狀況... 那麼... 那麼... 什麼... 呃... 形勢啊... 那些什麼... 其實就沒有什麼太大的意思... 因為... 形勢由開場到原場都是差不多的... 對了... 那麼... 反而我想講一下... 不同球員在這場球裡面的一些... 呃... 身體預言啊... 狀態啊... 表現啊... 是怎樣的... 那麼... 那麼... 諾迪古斯講... 諾迪古斯剛剛就講了啦... 基羅里頓提了一點點啦... 那麼... 保持著好狀態啦... 然後... 前線這些都講了啦... 好了... 中村游人... 中村游人呢... 我覺得今天呢... 就... 頂替銀樂鋒啦... 那麼... 其實這場球呢... 我覺得呢... 他都... 很有那種... 以前... 那些... 長輩講呢... 茶餐... 督餐的味道... 哈哈... 其實呢... 不可以說他是斜... 但是呢... 他深知到這場呢... 他是... 可以... 很輕鬆治癒地應付... 所以呢... 我記得在比賽裡面... 我很少提中村游人的名字... 哈哈... 提迪高... 都比提中村游人多的... 對了... 那麼... 所以呢... 我... 都可以說... 中村游人在這場球裡面呢... 就... 履行了他的... 正選的責任咯... 說得都... 挺... 挺保守的咯... 提高方面... 喂... 看到提高方面... 他是... 嗯... 就是... 好像... 沒有之前...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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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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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的... 這段時間的狀態可能會慢慢慢慢慢慢... ussia... 那... 德高市看他慢慢慢慢... 好像又... 又向上了啦... 那... 我的職場 случае... 接著的... 後防方面呢... 就... 一對中堅沒什麼考驗啦... 纔什奧就... 和... 呃... 馮興華加 weirdly coupled to�� many role 徐晃杰在防守方面都交到很多功課,對方在左路也花點工夫去做一些推進、突破、干擾 徐晃杰的防守就沒有什麼問題,在級數上都贏了 這個日裏的左閘,其實在過往的比賽中,尤其是在一些實力比較優先的比賽中,控球率比較多的比賽中,他壓上的幅度是很大的 上到好像打逆風的位置,進入禁區當然會做到很多貢獻 所以這場球,開肌肉的都是他,把握到禁區的空隙機會 袁浩俊也沒有太大威脅,沒有受到太大威脅 所以李文整體看看後備,李康廉又下場的,又入球 然後康廉就一直保持著他本身的良好的競賽狀態 這個在直播裡面有提過,就是一個很專業的球員 然後我其實反而都,嚴正到我的說法就是,李文其實 其實,就算是上場對著大埔的比賽也好,他們都很刻意 儘量把一些球員留在場上,拿多些比賽的時間和提升狀態 這場球裡面,我曾經都以為張希賢等等,或者鄭俊宏等等,這些會不會有得下場呢? 最後都沒有,反而去到下半場較後時間,就見到余偉年也下場 當然他沒什麼受到威脅的,然後艾華頓和家衛蘭一起下場換諾迪古斯和基羅里頓 證明了一樣的就是,組合上有不同 現在暫時他試諾迪古斯搭基羅里頓,然後另一個攻擊組合就是家衛蘭搭艾華頓 現在感覺上他是有這個傾向,家衛蘭後面也有入球 然後艾華頓好像沒有入球,但是他又不斷交一些漂亮的直線進入禁區裡面 這些都是在比賽裡面看到的 然後曾錦濤後面上來,沒什麼受威脅,這些就沒有特別了 所以看到在李文哥的前場呢,人多,但是攻擊組合方面還是要盤算 誰打誰是最好的呢? 然後就到香港的擁有三方面,盡量趕快一點點,因為兩場 說一下後面,龐卓熹,龐卓熹 他在賽後都說了,都沒得抵大,或者沒什麼藉口 都是自己的犯錯,無論是自己控失了球 然後被對面一迫就射入網 還是地面猜拳的時候,選不到一些好的目標 然後累了隊友被逼掉的球,然後輸了 那麼這些的犯錯,其實在陣上都全部都看到 那麼他都有承認 那麼我認為這個態度是好的 我認為這個態度是好的 我在比賽裡面都有提到一樣東西就是 就是說,年輕的門將,舊了東西 那個責任都在你身上了,不能抵賴 這個時候呢,其實都仍然需要去握手地去面對你的錯誤 完成場比賽 不要想著,來到這個階段覺得自己很噁心 很欲酸,很出醜,很尷尬 就離開,千萬要避免這個想法 那龐翠我認為他去到最後,就算輸10球也好 他是對得住自己的 雖然是自己犯錯,不就是自己反思 我覺得這個重要的 我覺得不只是門將,其他球員都是這樣的 在一場比賽裡面,你出了東西都要面對 這個很重要,上一條片也提過 各位年輕球員真的要加油 看到差距真的大 所以大家可能年輕的一輩的球員 或者年輕的球隊 可能在今季裏面 可能不止一次會面對這一類大敗 所以 比賽裏面就 捱住,保持著心態 有時候就是這樣成長 很多時候都 好了,王浩賢答梁偉峰 基本上就被人欺負了 王浩賢雖然在跳頂制空方面 其實是有些 有些控制力的 但是很明顯 背身,樂迪股斯一揹著他 他做到的事不多 他沒有辦法可以干擾到樂迪股斯的控球 這個就是 在陣上會見到的 張俊軒 這次打回左閘 其實都很難去 對著 李文發揮 太多的防守作用 陳俊彤在右閘對著基華尼頓 基本上 我過去的比賽裏面 我覺得整條防線 陳俊彤 不要說遲遲 我看過的時間 他也是比較出色的 一位球員 對著基華尼頓的防守 我認為他也是下風的 也是犯錯的 但是 我覺得他不算很失禮的球員 陳俊彤 接著到中場方面 黎海韜 防守真的有犯錯 我記得是 被對面 是否捐過 徐宏傑 徐宏傑後上 插進去底線 然後就 黎海韜掛著得位 得下得下得下 球都不拿 然後就被人偷埋 被人偷埋 然後就被人偷埋 中間搞定 我記得是這樣 黎海韜過往有踢過中堅 我都知道 那 這裏犯錯 就自己賺經驗 郭子佳 沒有太大的 太大的印象 林樂妍和林志鋒 都不是令我 留下太多 深刻印象 林志鋒有幾下 還有 看到 Ur3 前線 都有 位換位 即是 幾個球員都有不斷交叉 交叉位 看到的 陳家寶 林志鋒等等 林樂妍等等 我看到他們不斷有不同的走位 但是 功效就一般 因為我知道其實前面 陳家寶 林志鋒 林樂妍等等 其實他們想拿球 上去 但是 他們都沒有辦法 可以在後場拿到球 上來 所以他們就不斷四處跑 然後盡量拉出空間 這是一個明白的 所以 就 不打算逐個去 去評論他們個別的表現 當然 就真的 產生不到太大的威脅 只能夠說 還有鄧延尖 鄧延尖 鄧延尖 其實 我都認為在過往比賽中 都是看到的 在中場方面 都是擔演了一個 轉手圍攻 按他頂做球的角色 那麼 這場球裡面 都看到他有一腳 圓蛇 但是整體 他都 我想 他現在這個經驗 和年紀Carry 不起成隊 整體 於是這個情況 好了 那麼 都 不覺不覺 都說了十幾十分鐘 那 那就說一下 下場 結智 結智對著灌中南區 這場賽前 會預計是一場 比較 勢軍力的賽事 因為灌中南區 大家知道 那個防守 理論上 都不錯 而且 狀態很好 所以 覺得這場 結智這麼功德 我們對一下 南區 看看 南區是否可以守得住 結果 就不是 不是 我覺得有很多原因 不可以說 南區 他差 那就 總結了整件事 那麼 看這個排陣的話 就看到 是一個 4141 這樣 那 村立浩太 搭著 劉鶴銘 中堅 然後防中 是機師 又 襲著李家耀 左襲著陳海鵬 左右翼 就喊華 賀家亨 郭鶴銘子 佐助木舟 最 前線就是 阿肥鵬 那 有些人 就說 南區 這樣 很進取 放四個合衛 然後 都不少進攻球員 都 兩隻翼在那裡 前鋒在那裡 然後 佐助木舟都偏進攻型 都在那裡 都很進取 南區 都很貪心 會不會是不自量力 事前我都有聽過這些說法 我不認同這個是 一個進取的擺法 我認同這個是一個 閒米煮閒的擺法 這個是 阿里奇在賽後說的 他說 有很多球員 因為傷患的問題 家庭的問題 在這場球裡面 是沒有辦法下場的 令到他們 只能夠 用手上的兵 排到他最理想的陣容出來 他都接受賽果 最後輸7比0 他說沒有辦法 接受賽果 是有差距 下一場 希望大家健健康康 可以下場的話 就 不會是這樣 這個是Wiki的說法 那 你認不認同呢 如果你問我 我認同的 要數的話 杜杜 澤庭峰 今天都在後備 其實據我所知 應該是有傷 出不了 有些人就說 喂 你那些明加索夫 那麼厲害 就算你放這些 進來 都影響不到整個局面 我就在這裏 不打算 講完整場球的發展了 因為整場球 就很早 南區就輸了球 那我就 認為他們是 較早階段 已經失了球 而且是失得不少的話 就令到 南區方面 競爭的意欲 就慢慢走下球 那 我反而想探討的就是 南區 這場球 到底 在早段 衰什麼 令到他們 這麼早的時間 就已經失去了 這麼多球呢 那 就跟剛才我說的 一些傷兵很有關係 我幾相信 如果杜杜 是健康的話 習庭峰是健康的話 這場球 是比較大機會 是出現三中堅的 我認為會是這樣的 那 就算是三中堅 又怎麼可以防多杰子呢 對不對 這麼厲害 你看到他們的球 左右兩邊 來中間 全部都是很有效果的 對了 那 怎麼可以防多杰子呢 我認為 如果這場放三中堅的話 第一球 基頓那球未必會出現 然後 潘沛軒 第二球 都未必會出現 那 首先 先不論後面那些 明加索夫怎樣勁發 如果 在早段 不用塞這兩球的話 我認為整個局面會是有點不同的 那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 因為如果踢三中堅的話 他們會面對兩邊出球的時候 那個包補位 是一定會緊密很多的 第一球 輸基頓那球 就是 李家耀 他不是一個 在禁區裡面防守很厲害的球員 所以 就做了個炮台 給基頓射了 那這個就是其一 如果那個球 如果 是負責制空去處理的話 是 杜杜的話 劉學鳴的話 或者村賴浩太的話 我相信都不會出現這個狀況 這個就是 一開始 輸壞了 第一球 第二球 輸壞了的 潘沛謙那球 潘沛謙那球 潘沛謙那球呢 其實就是費難度出得很漂亮的 那 用右腳擺在尾柱上 潘沛謙扭過去後面 這樣 用頭鎚 頂個反方向 也是同一個道理 就是 今場南區 因為他四後位 他不夠中堅 然後 他唯有包尾柱的球員 就是集位球員 他們的集位球員 明顯不是很純防所形的球員 所以呢 如果是三中堅的話 如果是齊腳的話 其實頭兩球 我認為是不會輸的 尤其是 潘沛謙那球 又是 如果爭頂的話 潘沛謙對著杜杜 川雅浩泰 和劉鶴 相信都不會定得贏 對不對 那 頭兩球 我認為 就是最 關鍵的 令到南區 那個鬥節 會走下球的狀況 之後明家索夫 不能談 是厲害的 他是屈肌的 明顯的 我們踢港超 那個超班的程度 是高很多 但是 一開始的頭 開得不好的話 尤其是他們 南區的下風球隊 開得不好的話 就難免會有這個情況發生 好了 那有些球迷 又會再想下去 心思 就是說 喂 那機師這場 都是踢防中的 照計 把機師 拉下去 做三中堅 就行 對了 可以 駁斥倒蘇雞 你這個想法 對不對 那為什麼 鄭小聰 是不是沒有做到 為什麼他會沒有做 我猜 是這樣猜 猜 我不知道他真的想什麼 我猜是覺得 他其實在今場也是看到的 就是 在禁區頂 中路的位置 其實對方有很多很厲害的球員 在那裡 不斷湧入來 不斷插入來 不斷做支點停波 周圍轉 其實要有機師在那裡 在一個防中位置 第一陣頂住對面那些 進攻球員 都是需要這樣的人 假設 如果 沒有這樣的球員 在那裡 機師拉進去做中堅 三中堅面對 對方三叉擊 沒有一個很 對抗力很強的防中在那裡遮掩的話 是 我想 那個情況會很差 會令他們 比想像中 更加被動 可能 輸得更多 都不期 真的不期 所以 故此 會失被 那奈何 南區 這場球 不夠 有能力的 防守球員 湊在一起 所以 令到有這個情況發生 我認為他們 這個大敗 都是顯示了差距 但我不認為是 一個絕對的差距 我認為是一些 在比賽中的制御上 令到這場球出現這個差距 那 講一些球員的表現 南區那邊 五位謙雖然塞七球 但我認為他的表現真的不錯 因為如果不是他的話 會塞更多球 是的 因為 看到他在門前的 能力 其實對著對面 其實真的很多有威脅的射門 他都已經是盡足了 那 我覺得相當不錯 其實 川藝浩泰和劉學銘 踢中堅 這場球 我覺得已經是 百二分的努力了 尤其是我認為 學銘其實這場是被 川藝浩泰搶鏡 雖然學銘也有犯錯 但是 學銘這場 他很夠膽去落鏟出腳 我覺得 令到對方的進攻球員 是 都吃到虎頭的 那 這個是我認為是出色的 而且他是夠膽這樣做 在一場 就是 面對這麼多風浪的比賽裡面 那麼下風的比賽裡面 他在防守端 他 不選擇保守 而是選擇進取地 落鏟出腳 去截對方的球 其實我覺得是 交足功課 一對中堅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雖然都是輸 但是如果輸 很容易 你就說他廢 那就講完 但是 你除了說他廢 說他這場球 差勁之外 你還有找些東西出來 可以討論一下 那麼 學銘我看到他 在這場球裡面 好像又 去回 那個狀態又去回 一個 較為好的水平 那麼 我想是成長 就是他又有回 一些好的表現 往後的階段 我有這樣的期望 是的 村立浩泰 跟他一樣 都是不錯的 但學銘有幾個 落鏟 我很深刻 所以我覺得他 也挺高分的 左右兩閘方面 對 對手太強了 也不能夠挑剔他們太多 只能夠說他們的防守 真的不能夠抵擋他們 其實就算是擺誰都好 都不能夠抵擋 張揭治的一對 一對 一對兩邊的側擊 但是如果 放在三中堅上 就算是傳球到中間 都不容易搶到中間 現在就是 很容易傳球到中間 很容易出腳 傳球到中間 而對方又容易搶到中間 所以兩閘 都不打算去 踩得他們太死了 中場方面 看到其實 高盈智亞基斯等等 這些很努力去搶中場 但是 拿不到控球是真的 因為 對面是 米基爾 基爾頓 巴爾拿 這個絕對是 阿冠 淘汰賽 水準的一個 級數的中場 這三個 三二是吧 我看到一些網民說 三二 米基爾 基爾頓 巴爾拿 這三個 這三個中場 湊在一起 攻守都兼備 而且對抗性很強 速率很快 那麼 拼下去 南區是很吃虧的 所以 也沒有辦法挑剔 南區的中場 是否不拼得好 他們已經很盡力了 佐助牧洲 你看看中場 他踢到七十幾八十分鐘 阿舒奇還在逼 還在搶著 還在跟他們拼命 我覺得 他的態度 已經很不錯 然後 還有 艾華和 賀家亨 賀家亨 賀家亨就沒有什麼機會 表現自己了 我相信 其實也是 比較平淡 艾華 還拿到曝光率 就是他們還跑得很快 而且不斷狂推 在跑 但是 對方也不慢 雖然 對方捱你慢一點 但是周圓也不慢 而且 其實對方的防守球員 也都知道 你 弄野 所以其實有心理準備 然後 師傑 分牌 阿肥鵬其實 沒有什麼辦法 沒有機會 他在前面 整個球隊都扔給他 他拿到也沒有用 他停到第一點 回到後 對面的中場 又迫到 為何 傑智贏了中場 就是這個原因 還有 北頓也有上來 陳老謙 我記得 阿庭也有上來 有一腳 曾經有想過 阿庭上來 會不會入球 會不會慶祝呢 可惜不能入球 但也有一腳 挺漂亮的 射球 後面上來 正體南區 我覺得 其實去到 完場 就算是輸七球 那個表現 都不是很噁心 是對手太強 還有 一件事 我覺得南區是好的 是 他們在中場的時候 中場 完場 阿菲蘭道射入了 佛球之後 他們呢 是整班球員 圍在球場裡 是互相 立刻 有些檢討 立刻 大家有事情談 Ricky不是在裡面的 不是教練跟他們有吩咐 是十一個球員 自己圍在一起 自己 鼓勵大家 這樣 看到他們的士氣是強的 是大家 立刻圍在 檢討 立刻來 立刻來 之後 大家是 那個精神面目 立刻是 站直的人 走回去更衣室 大家一起走回去 看到團隊很緊密的 這個是我欣賞的 這個我覺得是 是要這樣 就是要面對 是在大敗 現在下半場 有什麼辦法可以止血 或者有什麼辦法可以 破彈 我相信 他們中間就是在檢討 這件事 我覺得這些 南區是遊俠了一個不錯的團隊 奈何實力 還沒夠強 是這樣的意思 我覺得還可以 是的 結智 加了結智 方面的球員 嗯 由前線開始講起 丹奈奴的金牌 進來進去 進不到球 當然你說他很出眾 當然不是的 但是仍然都是在禁區頂 停球真的太厲害了 這個真是拍爛手掌 意識很強 還有跟隊友做配合 你看到他跟潘佩軒 走位 靠沙走位 然後自己讓開 被潘佩軒上來射的 那些 這些是很精彩的 一些意識 丹奴仍然都能保持 那當然 其他隊友更加出色 那麼明加索夫 入三球 見到的級數是完全不同的 那其實都真的 嗯 如果越來越多這一類 中亞球員是國腳級的 來香港穩食 就是去一下其他球隊 那麼 看看 遲下 會不會李文又有啊 東方再加 會不會有些進攻球員是 這一類的級數啊 那些同鄉過來啊 那樣 那我覺得 是好事來的 因為見到 現在明加索夫在這裡 高蘇巴耶夫在這裡 另外記者還有 沙根巴耶夫也在這裡 那麼 這些他們自己 會交流一下訊息的嘛 就是說 喂 香港試一下 進攻球員 也有位置可以立足的啊 或者人工都OK啊 看看他們會不會再可以 引入多一些 類似的進攻球員 我覺得會 為整個聯賽的水準 會提高的 就是 到時要踢亞冠 亞歇那些呢 我覺得是 絕對有 整面影響的 那麼 明加索夫明顯厲害的啦 哈哈哈哈 最厲害的是 你看到他那種冷靜 和可塑性很強 過往的比賽裡面 我經常提到一件事 就是明加索夫 他能夠 自己突破 又可以 跟隊友做配合 又可以 他反而是跟隊友做配合 自己起的射門也是這麼厲害的 你叫他不要扭球 其實是OK的 更厲害的 其實 真的不錯 另外 另外 前線 這場 潘佩謙厲害 其實潘佩謙在這場 中 銳利的程度 尤其是上半場 是不下於明加索夫 下半場 其實潘佩謙也很厲害 所以 在這麼多競爭之下 我認為潘佩謙可能 在隊內訓練 對抗賽中 越來越進步 看見他是 用球的勇敢 越來越成熟 以及很敢跟隊友做很多 高難度的配合 這些都是 看見他成長的歷程 大家有眼睛看到 所以他給他很高分數 那 米基爾 基爾頓 巴爾拿 這幾個球員 就不逐一去講 他們真的 級數 都贏了 尤其是 防守方面 巴爾拿 基本上 你看他的速度 塞位上來 不是同一個層次 對比對面 是 很頂級的層次 相信巴爾拿 其實 這一種球員 可能他是日積 都能夠是正選的球員 所以 就 強 一個字 然後 後防 艾利奧搭著 周元德 受到的考驗 受到的考驗 不算多 因為他們其實都 整體控制著的局面 周元德慢慢見到越來越成熟 用的球挺好 比我想像中成長得快 可能真的練球 你長期就要對著 對著丹安努域 對著明加索夫 對著基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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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他的成熟度 急速上升 羅伯濤 今天就代替了羅子進 羅子進 跟他聊過 他們說 膝蓋的位置有些傷 另外 費蘭道 我認為非常出色 轉了位置 可能是他的新出路 也可能是他港隊的新位置 不奇怪 踢左閘 我想對於他來說有利 跟進的發展 尤其是他的技術好 出球也好 速度方面差一點 體能方面差一點 但如果擺閘位的話 是OK的 因為隊友保位 所以我覺得沒問題 OK的 接著就 門將保羅 沒什麼太大好說 文尼亞斯後備上陣 又入球 其實都看到他一路融入球隊 嗯 我 未算 可以看到他 全部東西 但是呢 也都看到他 有丹欣的 暫時看到他 六至七成左右 我想他未發費完 我也要再看多一點 當然丹欣欣的經驗是好一點 那文尼亞斯好像就 暫時 暫時 未算 很顯露了他的卡士 我想 隨著時間 看看會不會再多一點時間 給他 顯露自己 那麼 後備方面 都不是太多 人 黃羊出來了 鄭子龍 後備 跟著 艾力士也有上來 跟著 就可能 不知道有沒有數流 其實後面已經開始 開始 靜的了 即是開始都沒有什麼 太多的攻勢 那麼最後就 7比0 原場 這場球 大致上的情況就是這樣 那麼 好了一口氣講完兩場了 那麼 今天呢 還有兩場PPV會講的 又是連踩兩場 那麼 做完之後再看看體能 我自己的體能怎樣 再想一下做不做下一條 又講了兩場 因為都 上次試過都挺累的 都有 網友看到我 我的聲音都借了 那麼所以 在情況而定 那麼我相信 其實這兩場呢 都很多網友想聽我的 分享的 那麼 特地就 做這兩場PPV之前 做回這段蔡學平先 那麼 喜歡的話呢 就 按個like comment說一下你的感受 share出去給朋友看一下 然後就subscribe這個channel 按個鐘 就可以留意下一段片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